慈悲救人行佛道 菩萨甘露撒人道 学佛精进勤修道 仪式修成脱六道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隆天护法 尊敬的各位嘉宾 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晚上好 这几天 我们沐浴在佛法的阳光普照下 我们品尝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享受着人生的高境界的发喜和快乐 因为我们抓住了希望 我们放弃了失望 我们改变了失望 我们改变了失望 重新拥有了我们心中的智慧和展望 一个人 一个人如果不能有所舍掉 无所必无所成 一个人要懂得舍 你才会得 放弃希望 放弃失败的 是你们自己 抓住希望 抓住精进学佛的 每一份光阴的人 拥有未来的 也是我们自己 但是很多的人 一直活在怨恨 嫉妒别人当中 他们不知道 当你拥有这些的时候 你会让自己 失去很多的智慧 所以 当一个人 有烦恼的时候 他就 没有了智慧 当一个人 拥有智慧的时候 他 不会 烦恼 我们学佛人 跌倒了 失去了 不要紧 我们知道 世事无常 只要心明眼亮 心中不迷惑 只要心中 有佛案 你一定能找到渡口 只要心中 有靶船 你才会 拥有 佛法的 明天 今天 又有近五百位 弟子 在天上 种上了莲花 佛果 佛缘成熟 恭喜你们 佛在心中 法在行中 生在界中 归一 自信三宝 那就是我们 学博人 应该拥有的 智慧 今天有很多人 在拜师的时候 都亲眼 看见了 菩萨 大家看看 有多少 台党都没办法 一一 给大家讲 大家看到了没有 师父在台上 他偷偷的 睁开眼睛 师父 非常光亮 透明 身上的莲花 非常大 有半个身体 那么大 看到 卢来 菩萨 来着 卢来 菩萨 非常的 光亮 魁梧 头上 的卷 非常高大 还看到 观世音菩萨 还看见 像星星一样 很多的 闪光点 我非常激动 一直在流泪 我还看见了 在澳门 也看见过的 凤凰 南平 公修主 林师兄 师父在为我们 加持的时候 自己被一股 巨大的气流 托起 浑身 气血 沸腾 看到了佛陀 看到了一个莲花池 最后看到了 一位菩萨 但是我确定 不确定 是不是观世音 菩萨妈妈 孟文君 在我闭上眼睛 感觉到自己 到了南天门 看到了很漂亮的云 非常想分享的是 二十六号大法会 是我的生日 在会场的座位上 我闭上了眼睛 我看到了一个 白胡子的菩萨 走过来 以为是南京菩萨 到了镜前一看 原来是瘦心老 台长 我是不是严寿 后面还有一句 弟子一定不退短 奶奶修心修行 所以我看不懂了 我说怎么出来个奶奶呢 因为他两个 好好的 好好的 写得像个奶奶 双手合掌的时候 看到 我在 这个天门上 天上一个大大的莲花 我看到了 观世音菩萨 穿着白色的衣服 向我走来 我 太多太多 大家都看见了没有 太多太多了 全部的菩萨都来 连我们 很多的人都看见了菩萨 我告诉你们 这几天 来的菩萨太多了 文殊菩萨来了 福禄寿 菩萨也到了 所以希望你们 好好地努力修行 真的有菩萨在 好好地努力 好好地修行 我们的心平安了 意念干净了 这个世界都会对你微笑 当你自己对自己微笑 世界上就没有烦恼的事情 能够缠住你 当你对自己非常真诚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能够欺骗你 在人间 什么路都可以走 唯独绝路不能走 什么路都可以选择 唯独 歧途不能选择 人生的道路很挫折 但是我们要 昂首阔步地走上坡 你会避开 很多弯路 小路和险路 精进学佛 再长的路 也能渡过 学佛 不仅仅在于持续 更在于 要保持 正确的 学佛 方向 有一位 聪明的 纳仙比丘 弥兰陀王 有一次问他 你们出家人 爱不爱自己的身体啊 纳仙比丘说 身体 只是四大五蕴的 假和之身 我们出家人 是不爱的 弥兰陀王 一听 郑重下怀 立刻反驳说 哦 你说你们 不爱你们的身体 但是你们出家人 一样要穿衣服 吃饭 睡觉 这不是在保护 你们这个色生吗 你如果说 不爱他 你不是自相 矛盾吗 纳仙比丘一笑 另做别结 他说 大王 如果您 身上长了一个农包 你爱不爱他呢 农包 那么脏的东西 谁会喜欢他 既然不喜欢他 为什么你要把它洗干净 要付药 时时刻刻 要不使他恶化 每天看看他 有没有好一点 若说你不喜欢这个农包 你这种做法 不也是自相矛盾吗 弥兰陀王 非常不服气的说 我是为了我身体的健康 我才要保护他的 纳仙比丘笑的说 这就对了 出家人 不爱这个身体 但是为了借鉴修真 也不得不照顾好 自己这个空患的身体呀 人 如果懂得生活的真谛 就可以从一些微小的事情当中 获得快乐 理解 人生无常 就会拥有 珍惜后的快乐 大家想一想 很多人 难过 伤心 不就是因为 一时的烦恼吗 你想一想 一个星期之后 会不会这样 一个月之后 会不会这样 一年之后 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你还会为这个事情烦恼吗 这时候 你就对世界的万物 不执着了 你会遨游在 放下后的 喜悦之中了 懂得快乐的人 每一天 活在世界上 没有不快乐 何须 顿足垂胸 长须短叹 正所谓 听得 春花秋月雨 必先 诗得 如云 似水星 记住了 万物 为心 造 台长 告诉大家 有一个 黑人的男孩 出生在 一个 非常 贫苦的 单亲家庭 父亲 早年 离他 而去 只留下 他和母亲 相依为命 母亲 是个只会 打零工的女人 每个月 只能拿到 不足 三十美元的 工资 但是 尽管这样 母亲 还是 把她送到了 学校 由于 她的贫穷 男孩 几乎在 整个学校里 就是一个 救济的 对象 但是 她没有 让别人 看她的笑话 她的成绩 一直在 班级里 是 名列 前茅 尽管 成绩这么好 她也没有 骄傲 自满 因为 她深深的 领悟到 如果 没有 同学们的 接济 无论如何 她也拿不到 这么好的 成绩 所以 她除了用心 学习以外 还提醒自己 要懂得 感恩 奉献 爱情 有一天 班主任老师 发动同学们 为社区 基金 捐钱 她听到 这个消息之后 助人为乐的 温暖心 悄悄地 在她 心中 升起 善良的她 平时 都是接受 同学们的 帮助 现在 她有了一个 机会 她多么希望 自己 也能跟 别人一样 伸出 一个援手 去帮助 苦难的 穷人 于是 她默默地 付出了 行动 几天后 班级里 同学 正式 募捐的 日子 到了 小男孩 手里 赚着 自己 靠近 垃圾 挣来的 三块钱 激动地 等待着 老师 叫她的名字 她想 只要老师 一叫我的名字 我就可以 自豪地 走上讲台 捐出 自己 挣来的 三块 血汗钱 想到这里 她的脸上 洋溢着 幸福的 表情 但是 奇怪的是 全班的同学 名字 被老师 都喊遍了 唯独 没有她 她非常的 不理解 于是 她就 走过去 勇敢地 问老师 她原本以为 老师会 非常惭愧地 对她说 啊 对不起 我把你给忘了 不料 这个老师 却非常 严厉地说道 我们这次募捐 正是为了帮助 像你这样的穷人 这位同学 如果你爸爸 还出得起你五块钱的课外活动费 那你就不用 领救济金了 老师的话 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那天 这个男孩 含着眼泪 冲出了学校 从此以后 他再没有 踏进 这个学校 一步 光阴四剑 转眼之间 二十年过去 有一天 男孩 以及他的名字 出现在美国 最出名的电视台上 人们才 看到他 意识到 原来那个黑人的男孩 如今 已经成为 美国最著名的 节目主持人 他的名字叫 迪克 格里瓦 谈及他的成功 很多的媒体 都是断定 因为贫穷 鼓励了他 但是 格里瓦他说 不全是 还有二十年前 那场 心灵的挫折 那场 来自 老师 对我的羞辱 有人问他 你还跟那个老师 有来往吗 他 爽朗地回答 为什么没有来往 我当上主持人的第一天 我还是感恩老师 我买了 一大束鲜花 送给了他 虽然 老师觉得 当时的做法 有一些 惭愧 向他道歉 但是 我 深深地 感恩他 我感恩 曾经 修辱过我的人 因为 正是他们的话 使我变得 更加的 坚强 这就叫 学会 感恩 一滴 木枝 跌落在 一杯 清水当中 这杯水 立刻 变颜色 不能喝了 一滴木枝 如果 融在大海里 大海 依然是 蔚蓝色的 大海 为什么 啊 因为 两者的 度量 不一样 不熟 麦穗 直直的 向上挺着 成熟的 麦穗 低着头 为什么 因为 两者的 分量 不一样 记住了 宽容别人 就是度量 谦卑 自己 就叫分量 合起来 就是你一人的 质量 有一天 沙漠和海洋 要谈判 沙漠说 海洋啊 我太干了 连一条小溪都没有 而你的海洋 有多大呀 你有多少水 可以让它变成 汪洋一片 我们不妨 来个交换 大海说 好 我欢迎沙漠 来填充海洋 但是 我海洋 已经有沙山了 所以 我只要土 不要沙 沙漠说 那我也喜欢海洋 来滋润 我的沙漠 但是 你们海水 太咸了 我只要水 不要你的盐 这个典故 就是告诉我们大家 有些人生 看起来 非常的容易 因为每个人 都有很多的理想 但是 做不到 办不成 所以 有的人生 做人 也是这样 谈判 也是这样 看来 很简单 因为 每个人 都不想 放弃 自己的利益 所以 永远 不能 容纳 别人的光芒 所以 学会 平衡 你的心理 那 才是 学博人的 平等 心 记住了 损害他人的人格 快乐 一时 伤害自己 一生 生命 是靠着相互依赖 而存在 大家想一想 人 是靠着别人 让自己 茁壮 成长的 世界上 每一个人 都要靠别人的帮助 才会成功啊 学会感恩 学会 得到别人的帮助 更要去帮助别人 我们要感恩 大自然的付出 感恩 父母的教养 感恩 佛情 友情 感恩 佛法 让我们 开悟啊 很多人 跟台长 说 台长 我虽然 学佛 我现在脾气 比过去 好很多了 但是 我有时候 克制不住 还是想 发脾气 记住了 台长 跟你们说 学会 不 发脾气 因为 发脾气 一来伤害身体 二来伤害感情 人与人 出生和去世 都是平等的 你再有钱 再有名 再有利的人 你也得出生 和死亡 所以 哭声中来 哭声中去 退一步 海阔天空 人一时 风平 浪 静 牢骚太多 肝肠断 慈悲 喜舍 烦恼 断 你们知道 斗战圣佛这两天 天天在 你们知道吗 他刚刚在前面 还在翻跟头呢 福禄 兽来了 你们知道 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 这些弟子啊 有的求福 有的求路 有的求寿 福禄 兽不来 怎么满足 你们呢 贪 台长看到 听众家里 有灵性 在房顶上 是个驼背的 老太太 台长并且描绘了 老太太的形象 头不大 头发往后梳 耳朵很大 脖子长 腿有点弯 浓眉帽 穿着灰色的衣服 听众确认是自己的母亲 台长 还看出佛台右边气场不好 原来听众挂了一幅 一直没有供的菩萨像 灵性已经进去了 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 你好 师傅你好 你看看 我家有没有病 叫师傅 有一个 晚上有声音的 房顶上 对对对 师傅 偶尔叫 我告诉你 不是东西 是人 一个驼背的老太太 驼背 师傅母亲吗 我母亲驼背 你看 我告诉你 头不大 头小小的 往后梳的 耳朵还蛮大 对 驼背 但是呢 脖子呢 还蛮长的 然后腿呢 有点弯 然后呢 对对对 眉毛呢 还有点浓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他了 走路走得很慢 对对对 穿着那种土布的衣服 很朴素的 灰 灰灰的 灰灰的一颜色 是的 对对对 师傅 真是厉害师傅 我真是伟大的师傅 给他好好念经了 行 师傅 看我们家的佛台好吗 你佛台 你面对佛台的右边 气场不是太好 你自己看看 有没有挂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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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了一个 就是 有二十几年的 那个 他爸掉了 哦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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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看 你怎么可以挂着 又不供 又不烧香 那灵性进去了 哦 哦 好 谢谢师傅 好 谢谢大家 修行 禅定的人 在生活中 与一般人 不大一样 同样是吃饭 同样是睡觉 为什么 修禅定的人 和不修禅定的人 感觉不一样 有一位禅师 与一位世俗人的对话 他说 禅师啊 你用功 餐禅打坐 是在修行吗 禅师说 是的 你用什么方法呢 哦 饿了就吃 困了就睡 哎 禅师啊 任何人 都是这样做的 哎 他们是否也可以 跟你一样 算作是修行呢 不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 他们不是在吃 而是在想 各种各样的问题 从而是自己 被困扰和 骚扰 当他们在睡觉的时候 他们也不是在睡觉 而是在做梦 他们想许多的事情 所以他们 跟我们修禅定的人 是不一样的 懂得修行禅定的人 首先要懂得排除杂念 所谓万法归一 就是要把很多的杂念 收拾到一个点上 就是一念 集中到一个地方 寻找究竟 为什么人会分心 分散自己的经历 所以很多人 你跟他讲这个 他跟你讲那个 你跟他讲这个 他又跟你讲那个 所以他的经历 他的精神 完全分成 很多很多 所以在精神病学上来讲 就叫精神分裂症 所以当我们跟一个人 讲话的时候 他跟你讲的 不是回答你正确的 所以人家就怀疑他 有没有神经病 所以为什么学佛人 要把念归一处呢 就是你要吃饭的时候 就好好的吃饭 那么饭吃好了 再想其他事情 你要睡觉就好好的睡觉 不要多想 否则你觉也睡不好 所以有的人吃饭的时候 想着念经 念经的时候 又想着睡觉 睡觉的时候 又想到 其他的杂念 所以人就修不好心 精神杂乱 教也睡不好 心念散 魂不齐 心念定 智慧齐 记住了 一个人心念定 什么都不要乱想 无事是贵人 心长莫造作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要用无事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去惹事 就不会生非 所以叫无事生非 我们要安然才能平安 所以我们心要平安 才能真正的无恙啊 前几天呢 开法会 很多的都不是弟子 很多的人呢 都没学过佛 所以台长呢 不能讲得太深 那么我如果讲得一直太浅的话呢 我又怕耽误了 下面很多人修得很好 他们会嫌 卢台长怎么讲得这么简单呢 那么我今天就跟你们稍微讲一点难一点的 希望你们多多指正 佛陀 他在佛遗教经里边 曾经说过 仔细听好了 我已经选的最简单的给你们讲讲了 很简单呢 叫什么 知足之法 就是知足有一个方法 即是富乐 安影之处 就是说 一个人想知足 你就拥有快乐和富有 安影之处是什么呢 不要去显 不要去化 所以 有福气的人 要学会低调 他福寿 延绵 知足之人 虽卧地上 尤为安乐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知足的人 哪怕我今天睡在地板上 我照样 好好地睡觉 我很快乐 不知足者 虽处天堂 亦不称亦 都是佛陀讲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人不知足 就是你好像在人间的天堂 一样享受 你也不会称心如意的 不知足者 虽富而平 知足之人 虽平而富 佛陀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知足的人 虽然很贫困 但是他心中非常的富有 而不知足的人 虽然他很富有 他不停地 要了还要 贪了还贪 他永远觉得不够 所以 虽富而平啊 不知足者 常为五欲所轻 为知足者之所怜悯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不知足的人 经常被欲望控制住 自己不能解脱 被那些知足的人所怜悯 好可怜啊 这么有钱了 他还过得这么痛苦 这么富有了 他还这么可怜 听懂了吗 所以 学博人 要懂得 知恩图报 因为 我们心 有感恩 就会少生出怨气 少生出 恨人家的心 时间长了 就会 生出 善心 我们无怨无悔的 为了众生 恒生 善心 大家知道 为什么叫恒生吗 就是永恒的 生在那里 生长在那里 现在明白了吗 所以 为什么在佛经当中 回向节里边 有一个 上报 四重恩 下记 三途苦啊 你们知道 四重什么恩吗 你们做了弟子了 师父就要教你们了 否则以后 人家问你们 上报 四重恩 是哪四重啊 第一恩 父母恩 第二恩 国土恩 就是说 在过去讲 要感恩 国家 感恩 这个土地 生我 养我的 第三 感恩 上师恩 实际上 就是感恩 所有教导国 你的老师和师父 也就是感恩 三宝恩 第四个 要感恩的 就是众生恩 因为我们人的成长 能够活到今天 靠自己 那是不可能的 从你出生 有接生的 护士开始 一直到你的老师 一直到你的老师 你的父母亲 到你的朋友 能够到今天 都是因为众生 在帮助我们 感恩 众生 这叫感恩 上宝 似从恩 下祭 三途苦 什么意思啊 就是要帮助那些 三途的人 那么 第一途在地狱 第二途在恶鬼道 第三途在畜生道 这就是为什么 不要杀生 因为畜生 他也有灵性 很多自己的亲人 在人间没有做好事 转世 投胎 成了畜生 如果你杀了他 可能你是杀害了你的亲人 所以要懂得 不能杀生 我们连地狱的鬼都要救 我们连恶鬼都要去帮助他们 连畜生都要爱护他们 这就叫 夏季 三途 苦 现在知道了吗 否则跑出去 人家问你们 心灵法门是什么 小房子 要学佛法的 你们没有进佛门之前 你们当然知道小房子 对不对啊 学了佛之后 要好好研究佛经啊 要好好懂得佛经啊 什么都要学啊 你们想想看 就是放生 你们都要当心啊 所以 印光大师曾经对放生 他也有过 开示 他说 买物放生 与不思同 虚善设法 物力定期 物认定地 物意定物 随缘买放 生得实意 若定期定地定物 则是出人 多补义啊 鼓掌的 有一半的 是没听懂 我的理解 就是你们想叫我解释一下 所以才鼓掌的 就是说 啊 这个 印光大师 他曾经讲过 我们放生啊 不要定期的去放 大家听得懂吗 也不要在固定的地方去放 你固定的 那么人家呢 就会去补牢 对不对啊 如果你定期的 那么有的人呢 就会在你定期的时候 多补牢 你也随机放生 不要定点 我一定要放 这个放那个 生灵 就放就可以了 机缘 到了 就可以放生 实际上 印光大师 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就刀下魂 别人要杀的 你在边上 看着 看到刚刚拿起刀 哎 我买这条鱼 啊 我要这个 佛陀在无量寿经当中 曾经讲过 世间人民 就是世界的人民 父子兄弟 佛陀讲的话啊 都是当年啊 父子兄弟 夫妇家世 宗外亲属 当相敬爱 无相争绩 有无相通 无得贪惜 颜色长河 莫相为利 又要鼓掌 听我解释了吧 佛陀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宇宙空间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人 父子兄弟 夫妇家世 宗外亲属 你的亲朋好友 你的亲戚 亲朋好友 当相敬爱 就是大家要 相互尊敬 相互爱 呼 叫敬爱 无相争绩 就是不要去着相的 去憎恨别人 和继位一些事情 有无相通 也就是说 要无着相的 去和别人沟通 不要以为 他是有钱的人 马上就那个样子 没钱的人 就这样 这就叫着相 跟人家交流 不要看到人家 不管有钱 没钱 有名没名 都要这样 无德贪惜 就是不要去贪别人的 不要去 去 这个不珍惜 别人给你拥有的一些东西 颜色长河 就是颜 就是语言 色 就是表情 要对人家好 哎呀 你好 口吐莲花 现在的人 你跟他一讲话 脸色给你看 语言出来 你是谁啊 这叫颜色 听得懂了吗 要长河 就是保持和爱 可情 莫相为利 就是相互之间 千万不要跟人家相互的去斗 而且不要有暴力 这就是佛陀在无量寿经当中 曾经讲过的 希望大家和爱 可情 好好学佛 他们今天给我时间很短呢 但是呢 台长很坚强 不管给我多少时间 我归我照样讲 我知道你们很喜欢听台长讲故事 春秋时期 就是孔老夫子当年 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城里边有一个铁匠 打铁的 他的手艺非常的精湛 无论打造兵器 还是制作农具 哎呀 供不应求 看到自己的手艺这么受欢迎 铁匠就让他的儿子跟着他学打铁 他对于自己的儿子 铁匠毫无保留的教他 几十年的经验 全部教了他 而且他为了让儿子学得更快 少走弯路 这个铁匠 这个铁匠几乎是手把手的去教他如何炼铁 如何打磨成形 在父子俩的齐心合力下 每一件做成的铁器都非常的精美 流光飞转 儿子很快的成年了 老铁匠就打算的让自己的儿子在城里也开这么一个铁匠铺 去独立谋生 他认为儿子的手艺绝对有这个实力 可他怎么没想到 儿子一开铁匠铺之后 没多久 非但生意没有兴容 受很多人的指责 说他打铁打得不好 他的儿子说 人们都说打造出来的铁匠 很多的瑕疵 无奈 儿子的铁匠铺 只能半途腰折关门了 这个铁匠非常的悲伤 更有疑惑 我教儿子这么认真 儿子学得这么刻苦努力 为什么会没学成呢 有一次 大教育家 孔老夫子来到了楚国 铁匠 早就耳闻于孔子 善于悦人 就是教于别人 他就找圣人来解这个迷惑 孔子听了这个铁匠的疑惑之后 就问他 老人家 你可是一直手把手的 在教他练铁啊 铁匠点点头 在你手把手的指点下 你的儿子是不是 一字都没有出过错 打出来的铁都是非常的完美啊 孔老夫子一问铁匠又点了点头 两个问题问完 孔老夫子 啊 这个 黏着铁匠而笑 哈哈哈哈哈哈 问题呀 就是出在 他从来没有出过的错上 你总是手把手教他 把铁器打得这么好 你一点出错的机会都没有留给他 他只能学得好啊 要知道 练好一门技术 需要好的经验 跟需要错的教训啊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做人不要怕做错事情 做错事情可以给自己增长见识和经验 我们人就是在跌打摔倒中爬起来 继续往前走的 要想寻找完美无瑕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多少人学博 不就是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 在自己的生活上 在家庭问题上 在前途上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烦恼 才会寻找一个 让自己解脱 变得更能够解决 拨惹智慧 拥有拨惹智慧 这么一个方法 才来学博的嘛 人活在世界上 要学会控制好自己 抓住每一分钟的快乐 你就少一分忧愁 每一分钟都让自己快快乐 这一分钟当你快乐了 你就没有烦恼了 要学博心情舒畅 善待别人 善待别人 就是善待自己 人最大的缺点 就是生气 所以不要自己 找气来生 不要自己 硬要生出气来生 你不生 哪来的气 你越生 气越多 所以不生气 那就是保持自己健康 和心灵健康的 很多人说 我问你 身体外面脏了 用什么方法 洗澡 对不对啊 那么内脏脏了 怎么办呢 讲不出来了吧 大量喝水 里边洗澡 现在听懂了吗 皇帝内经讲过 水是最好的药 所以大量喝水 把肠子干啊 什么都洗一遍 排泄掉 你不就在里边洗澡了吗 那么精神上洗澡 用什么方法呢 许愿 念经 放生 我们每个人 虽然身体在忙 但是心里要安静 越安静的人 越不慌张 越不慌张的人 越定得住 所以我们学博 就是要借很多的人间的不好的欲望 我们要定得下来 心要定得下来 然后呢 才会安静 生出智慧 佛法天天在家 借定会 善念长存 心安理得 问心无愧 来修行 你就是一个人间菩萨 只能 这个太深的东西 只能下次跟你们讲了 因为你们 这个水平实在太高了 我讲一个水平 低一点的给你们听听吧 其实台长很爱你们弟子 台长觉得你们真的找到家了 你们知道一个人有苦难的时候 最痛苦的是不知道找谁 你们现在痛的时候 碰到苦的时候 碰到突发事件的时候 开车 一紧张 一弄的时候 你们首先想到是谁啊 好了 观世音菩萨 记住了 观世音菩萨妈妈 是你们最亲的妈妈 她一定有求必应 大家听好了啊 有一名美国警察 费了好多的劲 将一名阿根廷的抢劫犯 寄拿归案 把那个抢劫犯钻到了 他为了让抢劫犯 供出他抢来的钱 放在哪里 但是他不懂 那个阿根廷的话 西班牙语嘛 他们讲西班牙语 他找了一个翻译 是西班牙人 来为这位抢劫犯翻译 警察 冲着这个 抢劫犯说 老实交代 钱放在哪里了 翻译就对着抢劫犯翻译道 就是意思 老实交代钱放在哪里了 抢劫犯说 我死也不说 这个翻译 马上 一字不漏的翻译给警察 我死也不说 警察大怒 拔出手枪 对着抢劫犯 好道 你如果不说 我一枪毙了你 顶着他的脑子 这个翻译 没有表情的 就翻译了一遍 你要是再不说 我就一枪毙了你 抢劫犯 大惊 失色 马上说 我说我说 前面别开枪 钱全部放在我的家门口 那辆汽车里面了 这时候 翻译 面不改色的 对着警察翻译道 这个抢劫犯说 你打死我吧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告诉你的 听懂了吗 人是会变的 当自己要贪财的时候 他就会失去 人的忠诚和本性的善良 所以这个世界 外境影响的人的善良的本性 所以才会给人 找了很多的障碍和麻烦 台长要你们 找回你的良心和本性 对自己的家人 对父母亲 对所有帮助过你的人 都要说一声感恩 你才是一个 有良心的学博人 那个 台长有一个听众 台长帮他妈妈看图腾 因为 这个 台长告诉他 二月份的时候 台长就告诉他 不要临时抱佛脚 有麻烦的 结果他母亲居然 真的咳嗽 住院了 医生 开始是怀疑他癌症 他念了108张小房子 又放了2000条鱼 后来医生 出报告说 母亲的肺部 基本痊愈 而且非常的幸运 实际上像这种情况 就是台长看出来 他已经生癌症了 但是在他还没有 完全暴露 他的癌症之前 这个时候是能够救的 等到完全查出来之后 再要改变 就比较难 所以一个人 一定要好好修 请大家再听一段录音 谢谢大家 谢谢 师父请安 谢谢 师父你真是活谱 算你已救了我妈妈 您应该说半个月前周日 就是权益问答 您说 不管是恶性还是良性 都要动一道 然后我回来 我就是给妈妈念了108张小房子 然后两天 就是又放了2000条鱼 原来我们放了1万条鱼 然后念了前后200多张小房子 现在一共是念了300多张 前天医生就是出了那个报告 就说你们非常幸运 非常 就是他非常开心 就说你妈妈这个肺腹 已经就是基本痊愈了 看见了吧 然后一开始他都说 他都说 我都一开始没敢告诉你们 他怀疑是癌症 然后他就说 说你们应该赶紧回家 跳舞唱歌去吧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菩萨太慈悲了 你现在知道 救命吗 就怎么救了呀 就是说二月份的时候 我在梦中 师父你就给我妈妈看图条 然后就说 不要临时抱佛脚 一定要去做 否则你会后悔的 然后我当时就 放生一万条鱼 然后给妈妈念了这么多张小房子 但是这个业力还是没压住 然后后来妈妈突然咳嗽 我马上又许了108张 就到现在 然后明天 就是我妈妈出院了 就说明天 我再告诉更多的人 不要临时抱佛脚 不要不相信菩萨 不相信师父 不相信心灵法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谢谢 所谓放下自己 就是去除你心中的分别心 是非心 得失心 执着心 所以放下自己过去的事情 不开心的事情 你就放下了烦恼 你不担忧 你的未来会怎么样 因为未来你只管去做 就算做得不好 他也会转变 所以不执着现在 你的内心就会平静 很多事情 我们不是求来的 是修来的 你既然急也急不到 你为什么不好好放下 所以放下是一种大度 是一种错误 是一种本性 唯有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我今天 师父放不下 我放不下你们 因为你们要多学点 佛学知识 很多人都听到过《大藏经》吗 对不对啊 什么叫《大藏经》知道吗 不知道啊 我放下你们 你们跑出去 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大藏经》 以后人家跟你们说 《大藏经》 知道什么叫《大藏经》吗 《大藏经》 就是佛法界讲的 《经律论三藏》 《经律论三藏》 眼睛都瞪得很大 每一个都瞪得很大 没听到过 今天师父教你们 《经律论三藏》 《经》 就是讲的 释迦牟尼佛 亲口所说 他的弟子 把他记录成文的 这种法本 叫《经》 《经律论三藏经》 《经》 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 为弟子们 所传授 所制定的戒律 叫律 还让讲话清楚吧 讲佛法不能把别人讲的睡着 讲佛法要把别人讲的各个精神斗手 眼睛都要亮 不戴眼睛的人 眼睛很亮 戴了眼睛的人 他的眼珠子要 突出来 碰到镜片 那接下来讲论了 论就是佛陀的弟子们 在学习佛经之后 所有的心得体会 所以《经》 《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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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它三部分组成了 就称为《大藏经》 实际上就是 启迪人生的一个宝典 大藏经里面包含着 伦理 道德 哲学 文学 艺术 所以经典里面 比较重要的经典 像《金刚经》 《大悲咒》 《心经》 《仁言咒》 《华言经》 《卧弥陀经》 等等 都是非常经典 都是佛陀的 所以你们要学佛 要懂这些 以后你们才能度人 你们不要以为 师父不跟你们讲 你们今天拜了诗了 我就开始跟你们讲经了 说法了 你们没拜诗 我只能跟你们讲 多念小房子 所以 今天呢 真的时间不够了 其实我真的准备了很多 台长呢 真的是 但是呢 再怎么捡 那本来呢 我看看明天 有没有时间 我本来想 教你们 怎么样 让自己啊 身上这种负能量 不开心 叫负能量 哎呀 很难过啦 痛苦啦 在哭的时候 就是怎么样 用佛法的禅定 来解脱 这种的方法 我有很多方法 教你们的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明天晚上再讲 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他们规定我到八点半 我现在已经超过一刻钟了 但是再怎么样 我也要 跟他们 坚强的 不听他们话 至少让我两个笑话要讲完 好好听啊 有一个人在飞机上 向空姐 要一瓶矿泉水 空姐 请您给我一瓶矿泉水 怎么等也不来 突然 身后有一个声音叫 老子要拿XO呢 怎么还不送来啊 找抽吧你 谁这么牛啊 回头一看 是个鹦鹉 空姐急急忙忙跑过来 嘴里还说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马上就拿过来了 一会儿 拿过来 一杯XO 给他吃 随着鹦鹉 又喊了 去你的 你耳背啊 我要的是矿泉水 空姐马上说 哎呦 对不起 对不起 马上给你换 这个人一看 怪不得不给我矿泉水呢 原来他们怕凶啊 好 他站起来 双手插腰 对着空姐喊道 喂 我要的是矿泉水 你什么时候拿过来啊 你找残废啊 空姐说 请稍待 过了一会儿 空姐带了一个 长得非常粗壮的男子汉 走过来 朝着那个人一指 就是他 壮汉 就把那个人 扔下飞机了 这个人 一遍 一遍呢 在飞机上 往下落的时候 他心里还在想了 我的一个大老爷们 怎么还没有 鹦鹉的面子大呀 越想越窝火 突然 看见鹦鹉 也被扔了下来 这个时候 鹦鹉对着他说 哈哈 你不会飞 就别跟我学 这下傻了吧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每个人的能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我们处理问题要 扬长必短 不能生搬硬套 学别人的做法 有时候你学的 反而让自己的 惠命和遭遇都不一样 所以不要去嫉妒 不要去学别人 要学别人好的地方 要适可而止 量力而行 让自己最适合 能够发挥的一些长处 才能把自己最好的能力 发挥出来 还要听啊 还有一个 有一个人啊 整天愁眉苦脸的 一天 他被朋友见到了 宝兄啊 你怎么整天愁眉苦脸呢 他说 老师留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 昨天你干了些什么 就是我干了些什么 那个朋友说 那你昨天干了什么 你就写什么不就得了吗 你昨天干什么了 我喝了一天酒 他朋友说 你怎么这么傻的呢 我告诉你啊 你就这么写 凡是 在文章当中 出现酒喝酒的字眼 你就把它改成读书 不就可以了吗 结果第二天 他写出来的文章是这样的 我一早起来 就读了半本书 接着 我想了一想 我又把后半本书 一口气读完了 可是我觉得还不够 我又到店里去买了一本 回来的时候 在路上 遇到了我的朋友大理 一看他的两个眼睛通红 我知道他读的也差不多了 鼓掌不热烈 没办法 鼓掌不热烈 我只能再讲一个短的 增加于热 有位护士 在精神病医院实习 这个护士 突然 被一个精神病患者 手持一把菜刀 向他追过来 追他 这个护士 转头就跑 拼命地逃 逃到一条 死胡同的时候 这个护士侠 完了 我肯定要被神经病杀了 突然 神经病 转过身 对着护士大叫 给你刀 轮到你追我了 这个掌声还可以 所以不讲了 记住了 精神有问题的人 总是认为 别人和他想的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现在 怀疑别人 经常骂别人 讲别人的人 你们就觉得 别人的精神 跟你们一样 你们已经是 神经病了 好好学佛 好好修行 拥有这么美好的时光 拥有这么好的佛法 佛陀在两千五百年传下的佛法 到今天还能让我们在苦海当中 不停地在伐海当中 能够得到救度 我们要感恩我们伟大的佛陀 释迦牟尼佛 感恩我们最最慈悲的 观世音菩萨 谢谢大家 我看大家精神好的不得了 开心的不得了 所以接下来 更开心的时光到来了 接下来呢 由世界各国